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些不知何时被我们遗忘的笑容 真直的眼神 融化在风景里的新鲜向容 都留在了你好小朋友摄影机里 日本から来的写真家是梁氏です 1981到1982年 秋山亮二在中国摄影家协会的帮助下 多次来到中国 在北京 成都 昆明等12座城市 拍摄了近8000张彩色照片 最终选出了116张 出版了你好小朋友摄影机 一階に200本とか250本とかを 積めたのを持ってきて だからそれで4階ぐらい来てるから 1000本ぐらい持ってきたんですけど 使ったの大体800本ぐらい 僕ね 撮影するときに 要求ほとんどしないタイプの写真家なんです 目の前の光景を撮らせていただく っていうタイプの写真家なんですね 子供らしい姿をね 撮りたかったですね 2019年6月 你好小朋友复刻版在中国出版 为了宣传摄影集 时隔37年秋山亮二回到了成都 今とても気に入っているのは ちょっと季節外出ですけど 日本の有柄の何平って人の物語で 異性物語っていうのがあるんですけど 月やらぬ 春や昔の春ならぬ 我が身一つは元の身にして 自分は全然変わんないのに もう月も変わったし この春という今の季節も 変わってしまったということだよね 1982年的初夏時節 空気中还没有淡淡的桂花香 秋山亮二第一次来到成都 他还没来得及走入赫明茶社 三公里外的隆江路小学 小学生们已经准备好 迎接这位摄影师的到来 五年级的周卓 正在教室里写毛笔字 大約半个小时之后 秋山亮二拍下了这张照片 多分ねこれはね日本から写真家が来たというので 学校の人が二人の子供たちとても字が上手ですけど 中日児童の有効有儀万歳と 先生が書くようにおっしゃったのと思いますね 同样被拍摄的还有两位小男孩 他们和同学们一起围坐在食堂的饭桌前 饭盒里的米饭堆得很高 左边穿着蓝白相见海拳衫的五语 吃得津津有味 よく食べるなと思いまして 子供のくせによく食べるな 元気だなと思いました 素晴らしいと 素晴らしいと思いました 写真というのは子供の時から親しんでいますね 私はあの 新聞社で初めて写真家としてのね 新聞社ってやっぱりドキュメンタリーですよね なんかちょっと抜けたいなって気持ちがあったんですね だから会社辞めてからは だんだん自分にしか見えてこないものを撮りたいな 秋山亮二定格了八十年代中国小朋友的春真 当年照片中的周卓和吴宇 他们现在正是秋山亮二来成都时的年纪 我们成都的最早長得了两个小朋友 吴先生 请参加 ご飯たくさん食べてこんなにも 当天 我妈妈跟我女儿看到两个感想 我妈妈跟我女儿说的 その中に僕がこのカメラを持って それは変なのが来たなって最初は思うかもしれないけど すぐに忘れてまた美味しいご飯を パクパクパクと食べることになるんだよね アスカメラを持って はい アスカメラを持って 我以後は 他们のところで 他の方で何か 本年のこの照片 確実は無制 私は周卓 我是1981年至1983年 在龙江路小学读书 49岁的周卓现在是一名医生 他有两个双胞胎儿子 时光回到1982年的龙江路小学 周卓清楚地记得 学校经常有秋山亮二这样的外国人来参观 在80年代吧 我们国家刚刚改革开放 这个国门也向世界打开 像美国呀英国呀 很多的教育考察团 他们都来到我们成都 当时的整个对外接待的任务 从省上市上几乎都是安排在了龙江路 周卓在龙江路小学的起点是1981年 这是当初五六年级教我的语文老师 对这个周卓是我工作的第一份学生 那一年他刚刚考入这所学校读五年级 他的班主任是刚刚毕业工作的温建平 1982年的那张照片里 同样有温建平的记忆 这一张应该就是你在学书法的时候 对不对 那个时候我们有书法班 有美术班 还有体操班 和那个摄影的那个日本先生都在一起 那我在这个位置 你们在这 那那个时候你那个字啊 应该是当时是写得很好 老师在旁边就是有点紧张 当年第一头吃饭的吴宇 目前在成都从事质检工作 他旁边的另一个小男孩 是他的同学王蒂 王蒂 我们两个同一班 而且当时挺好的 经常在一起 前我们是那个小红花 它变成笑流 你有什么留学的时候 等一朵小红花 然后一个月看小红花 每个人小红花 然后多少 王蒂成为立名设计师 两个人重新回到母校 最想去的地方 自然是食堂 他们都要问 第一个小红花 就没过没带房门 听到 咱找着我们两个死地 屁股对的 照片就像反光镜 站在现在的时空 看见过去的影子 37年前的照片 让吴宇和王蒂得以相聚 教师节来临之际 吴宇和王蒂特别联系学校 想要寻找当年的老师 一起重返母校 过一次特别的教师节 想咱们拍一下 这是什么地方 这个地方是37年前的龙江陆小学 而这张照片的主角 也就是今天我们请来的两位朋友 现在我们有请他们上口 让我们用掌声 有请郑层地老师 刘书顾老师 温建平老师 我是40多年前 到龙江陆小学教授 一直到退休了 现在我已经87岁了 我在这个学校 一直工作了37年 来吧 谢谢 那是这日快乐 回望中 他们找到了久违的快乐 幸好 秋山亮二的照片 过滤时代的噪音 留下更为倦勇的治愈力量 80年代已经离我们远去 有人在怀念它 也有人找到了自己 37年前的周卓 我觉得我要跟他说的 就只有一句话 你那个时候青春年少的梦想 其实都差不多实现了 想跟他说的就是 当初应该多吃点饭 多锻炼 可以再长高一点 都能够回忆起 30年前 我们的那些点点滴滴 我们的那些大故事 小故事 忘れてしまうというのは 我可能是我的癖 一つ是忘れてもいいな と思っていることがある それは写真を撮っている 写真が残るから そこに全て私の言いたいこと 入っている というふうに思うからかな と思っています 是一番好きです 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叫杜宇利 目前担任的是蜀山景源品牌总经理 同时兼任成都蜀井织绣博物馆艺术总监一职 这个博物馆是2009年开的 它是全国唯一的 包含全套手工蜀井织造技艺的一个基地 也是全国最大的蜀井蜀秀的传承保护和研究的一个中心 蜀秀和蜀井同为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000多年来一直是成都的文化名片 成都人杜宇利所管理的蜀井织绣博物馆 是中国最大的民营蜀井蜀秀博物馆 典藏了2000多件蜀井蜀秀精品文物 其中包括187件国家级文物 现在的成都蜀井织绣博物馆 是在80年代末倒闭的成都蜀井厂的原址上创建的 那个时候是我母亲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 联合一部分的社会力量 一起兼并了整个成都蜀井厂 你要去建立一个博物馆 它更多的是一个情怀上的东西 也是创建性各方面非常非常艰难 而且基本上就是说见到我母亲 比如说我爸也不在 我跟你讲我们家吃饭才吃得操 非常操 周五吃夹夹面 我吃了半年没变过 我看到别人家那种你知道 一家人那种吃饭 或者每天回去一家做一大桌子菜那种 我觉得很诧异后来我觉得 就我价值 就我认知里面不是这样子的 由于父母工作繁忙 儿时的杜宇利比同龄的孩子更加独立 也正是因为母亲的这份事业 让她对艺术设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7岁那年 杜宇利独自做出了 前往加拿大学习艺术的决定 我去加拿大之前 我几乎没有出过四川市 当天到了 然后收完行李 洗完澡 都凌晨 当地时间凌晨五点多了 快六点了 我需要24小时开的 因为做也做不完 读大学习当时想之后 好好念书 然后赶紧毕业 然后回程度 结果就没有按据的结果发展 我说我们家是一个磨烂教育 觉得你花那么多钱 花那么多时间 你出去读书 什么都没拿到 你回来干嘛 迫于这样的压力 2011年 硕士毕业后 杜宇利先后进入加拿大多家创意设计公司工作 期间曾参与了微软 宜家等品牌的项目设计 五年后 杜宇利在加拿大成立了自己的设计公司 然而就在这时 母亲经营的淑江锦苑 却急需转型 希望他回到成都 协助完成企业改革 原来我在这 还没办法 连毛复制 把生产 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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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因为仅仅是 好像是 他是我的儿子 也是看中 觉得他的思维 你们讲也听了吗 觉得他的思维 他的接触面 他的资源 他还是爱动脑筋 就当时想得很简单 当时觉得OK 我处于我的专业角度 从我的专业入口 切进去 做产品 做形象的改造 做产品的改造 但是后来后来 这个事情慢慢就变了 你慢慢变成一个管理者 或者变成一个全面的管理者 那这个就不是我愿意的事情 第二个 我们总是买的事情 但是还没有好到处 其实还没有好到处 整天每天都省了十几二十 然而老店换了新掌柜 想要推陈出新 却是困难重重 首先你面子上 你得自己得克服这一关 就像有些以前是长辈 那现在别人都五十岁了 你现在你要去骂他们 我不能用骂这个词吧 你要去管理他们 你看以前公司最多的时候 快两百人 那中间还有列种 五分钟就开一个人的 我现在正常编制 五到六个就能够把以前三十个人做的工作 不仅完成而且能做好 开玩笑的我说我准备好穿着防弹衣来上班 改革的一个潜台词就是 在阶段性地牺牲掉部分群体的既得利益 我母亲她微信上有一句话 叫好好吃饭天天睡觉 我以前不理解这句话 我以前觉得这是什么 我好像随便乱写了吧 就跟什么好好学习天天相上一样 后来我进了公司 后来我开始慢慢做管理者 我才知道 你能够好好吃饭天天睡觉 是一个多不容易的事情 心理你得足够强大 其实因为现在资本运动开始想象空间 只要想象空间够 股质就大 股质只要一大 资本就要进来了 资本一进来 那下一步资本一进来 我说的是两个层面 他们是这种运作方法 但我们可能不太一样 我是走几条路 电商一样的发展 而且这个要重点发展 起码搞产品研发的 还要复制进 我说的是另外一个层面 不是我不能 你听我说 我不能向他来做 我的意思 必须就是说 新旧两代 经营理念不同 母子俩针锋相对 也成为家常便饭 而除了人员管理 如何让孰紧孰秀 能被现代消费者所接受 这才是杜宇利 面对的更大的挑战 小小 我看你东西 你坐吧 坐吧 就我就不知道 你到底画没有画这个东西 画没有 没有 因为这个当时画 我画到晚上 所以就没有画嘛 对 对啊 没有画 你直接跟我说没有画 你为什么跟我说 你觉得不好呢 这个习惯非常差 我不知道谁教你这个习惯 这个东西就算再好 你画再好 这也是两码事 就是结果跟过程我都要 你懂吗 困扰一些人 我在公司面还是最喜欢 还是前面也要发布 因为那个 比如说 基本上去哪里的时候 给他们讲东西啊 或者是讨论很多东西 那朋友去 有时候真的是很生气的 去说他们去 骂了一些事情 我觉得 还是很真实的存在 我们下期再见 产品的更新 让公司逐渐扭亏为盈 但杜宇利对此并不满足 他所希望的是 孰紧孰秀的文化 能真正走进大众的生活 产品也是一个 最直接的 最快速的一个 你的信息 或者你改革的一个载体 但是更重要的是 你得理清这个逻辑关系 就把你以前那么高高在上 或者说跟真正市场之间 差距这么大的一个 价值轰沟 慢慢地去缩短 慢慢地去接近 的博物馆的运营 或者博物馆的展览 或跟艺术家的驻地项目 这是从文化的层面 去调整这种工序关系 杜宇利将突破口 放在了博物馆上 目前他正着手 孰锦织绣博物馆的第一期改造 准备在博物馆里 推出一场特别的展览 为此他决定出去找找灵感 那么其实现在成都很多博物馆 民营博物馆开始呈现出一种 小而精或者很细分的 就深入到某一个非常细的一个局部的 一个展示上面去 所以现在大家在这种 有不同的各种方式 去呈现更多博物馆的可能性 我觉得这很好很好 非常好 好 这个是黄寨黄老师 黄老板 是这一次我们这个绽放 游戏博物馆 主办方的负责人 黄老师来哦 放松一下 任天堂的 任天堂的 我觉得这个 这个版本很难看到 我觉得 叫什么狭盗飞车的手稿 这个没见过 来观展的 除了游戏迷 本身游戏迷以外 其实非游戏迷的比例 大概有多少 一半一半吧 怎么样去把大家怀念的 但是又来以用语言来准确描述的 甚至还想说 再去体验一次的这种 内心的这种感觉 通过视觉的 听觉的 触觉的 甚至产品化的东西 表现出来 我觉得这个是 我们要去考虑的事情 今年夏天 由杜宇利精心策划打造的 常乐未央历 历代珍品特展 如期开幕 古老与现代 传统与时尚的巧妙融合 让前来的观众感受到 熟紧熟秀 跨越时空的秀美 这颜色很漂亮 在欧洲和美国 这颜色 我们是江苏过来了 苏州的 过来学习也是汉服这一块 手绣也有区别 他最终是变成一种文化服务类的 它是一个就是说 一个精神层面的东西 一部电影 一个展览 一幅画 一部舞台剧 它产生的不仅是经济价值 更多的是人文和社会的思考 能够推动锦绣文化 怎么去发展 我觉得它就是有挑战性的事情 鞋肉 它是有了 有的 锦组 9 8 9 10 1 1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